然后再往后面呢 第五点 预热造势很重要 对不对 而你要发起这个裂变 一定要选择更多的老客户 选择这个裂变的种子 也要提前去触达到它 一定要预热预热 所以你手上如果你的私欲流量越多 那么产生的裂变效果就会越好 就更加需要我们平时多注意去 培养你的私欲流量 当然还有很关键 拖 小号配合 在我们的流量词里面 你发起了这个拼团裂变的活动 对不对啊 那么提前先预热 我们在前面讲过 预热过程如何引起我们社群粉丝的关注啊 首先得有人去产生疑问 来问这个什么活动啊 有什么优惠啊 是不是 一旦有人问 其他的粉丝就会围观 然后同时呢 发个红包 是吧 于是一发红包那些个潜水的粉丝 一下都冒泡了 这个活动关注度更高 在预热环节 小号配合 那么在活动提前开始的 头一天 半天一小时 同样在做活动提醒 小号要继续的跟进或者发红包啊等等 那么在活动过程当中 我们的拖小号同时也要跟进拼团拼团 你看已经有人买了 其实可能买的那一个人 第一个人可能就是拖 是吧 那么其他两个人跟进 好 那么于是我们说在活动的预热前 然后在活动开始前 在活动中啊等等 这个过程啊 都需要我们的小号进行配合 小号进行配合 那么以上呢 六个关键点构成了我们整个拼团的策划流程 好 总结一下我们本节的课程 我们讲了拼团的模式特点 是吧 它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传播速度特别快 因为是人和人推荐 所以转化率也会非常的高 对吧 给我们品牌的商家带来大量的 这个推广效应 带货效应 并且是以销来定采 库存可控 甚至零库存 这是我们说非常好的它的一个特点 然后我们的拼团的活动形式 有很多啊 优惠团啊 免单团啊 甚至免费团啊 抽奖团啊 是不是啊 活动形式很多 活动形式对应着不同的活动目的 有的是为了拉心 有的是为了直接带货 对不对 那么后面我们最后就讲了 我们拼团策划的又不法 对吧 包括了什么 明确我们拼团的目的啊 要建立我们的私欲流量这种信任关系啊 中间要明确我们的选品很关键啊 以及我们的小号跟进很关键啊 等等这些 好 那我们本节课程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学习